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简单地讲一下 《波罗弥多心经》的修法 前几天基本上已经讲了 《心经》字面上的解释 因为《心经》这次我们给大家 也大概按照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一些 高僧大德们的传统 来做了简单的介绍 这样介绍以后 当时我们从考试 提问 有些道友互相探讨 交谈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有很多道友 以前没有了解到的东西 应该了解到 我想这样的《心经》 《波罗弥多心经》 应该懂得 如果这一点没有懂 我们学习中观 学习其他的一些甚深高法 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这个法可以说 凡是一个作为佛教徒都非常重视的 在我们藏传佛教的各教各派当中 都会念诵 尤其是早上 晚上 在课颂里面没有一个不念的 所以现在一些修行人 他的课颂经里面经常有《心经》 包括我们诵经 给亡人超度 或者自己做任何一个佛事的时候 这个心经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些教理当中 大家也应该清楚的 不管是在寺院当中 在一些居士的团体里面也好 或者个人在一些念诵修行当中 都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经典 就是做任何其他的佛事 比如说开广 放生 还做一些其他佛事的时候 这个《心经》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平时 比如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修建什么房子 或者在这里做什么样的仪式 如果你念了《心经波罗波罗蜜多》 那么在整个事情非常圆满 中间不会出现 各种魔障外缘不能出现 所以它的重要性 在我们作为佛教界的角度来讲 相当重视的不仅是 我想藏传佛教和现在北传佛教 包括南传佛教 也有相当一部分念《心经》的 本来南传佛教小乘为主的 对般若空心也有一些看法 但是现在像泰国 还有别的一些国家 他们南传佛教的好多高僧大德和好多出家人和修行人都持诵《心经》 以前大概是九九年以前吧 九九年以前 有一位泰国的法师来过我们学院 后来他邀请我去泰国 我九九年的时候去过泰国 当时那位法师他的念诵集当中 经常离不开心经 本来他完全是学南传佛教的一位大德 那么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来 我们善大于习所有的佛教徒应该说 对心经是非常重视的 大家仅仅是重视也不行的 也有念诵的 也有懂得他的意义的 也有修行他的教义的 这样的人是相当多的 但我想现在世间上的人当中 应该说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专门研究 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 专门研究心经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真正心经的含义 心经里面所含有这么殊胜的味道 可能还没有平常到 为什么讲呢 因为现在在世间当中有一部分 专门通过学术的方式来进行探讨 探索 研究 那这样的话 他能不能真正享受到 我们心经里面所讲到的空性的美味 能不能这样受到呢 这是非常困难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们学术的方式 完全把研究作为一种工具 就像现在西方的一些哲学 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探讨 进行探讨的话 心经里面所讲到的 真正的利一切戏论 或者薄弱空性的教义 恐怕是平常不到的 这一点看看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对佛陀没有什么恭敬心 对三宝也没有什么顶解 但是他对这些佛法 还是想去进行学习 再一直探索 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他的一种爱好 一方面他有一种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通过这样的一种智慧能获得一些名声 地位 甚至也有一些财产等等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想现在世间上 确实是转有一些学术界 这样的人对心经的薄弱空性 根本没有尝到它的味道 他们仅仅是所谓的 心经从文化的这一个层面 他了解了一部分 真正的含义他还没有了解到 同样的道理 在佛教界当中 有些人口口声声通过辩论 通过交谈 研讨 然后这样的方式 对心经开始闻思 但是在自己心的相续当中 从来也可能没有想过 没有想的话 实际上心经的 薄弱空性的教义 也可能没有受到 以前在一些辩论场所当中 有些出家人一辈子 也可以说 最后百发长长之前 一直是辩论 一直在这样 但是实际上 在他们心的相续当中 也是很困难的 因此有些大春 有些法王如意宝的道歌里面也讲了 一个他都特别的遮破 什么呢 每天都担着在一些词句的康皮上 这种人法王的有些道歌里面 严厉地遮破他们 还有一种人 什么闻思修行和 什么教言的基础都没有 整天都是盲修下廉所谓的作禅 打禅这种人 因此法王的道歌里面 也批评得比较严厉 所以包括佛教界 心经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早上也念 晚上也念 一直这样念 每天都说 掩耳鼻舌没有 掩耳鼻舌没有 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 为什么是没有 为什么大慈大悲的佛陀宣说掩耳鼻舌一切万法 从舍法到乃至一切智智之间的 所有的这些法 全部不存在的道理 从来没有想过 也实际上没有品尝到它的味道 这样的话 我们真正的一些佛教徒 既要有观文多学的一些智慧 先具有法相的善知识面前 应该听受心经的教义 然后听完了之后 自己开始进行思考 没有思考的话 它的内容仅仅听一遍是不行的 虽然这是两百多个字 我们按照颂词大概有二十五颂词左右 大概有这么多 这个我们用真正来没有修持思维的话 它的内容也是得不到的 仅仅是一个思维的话 比如说 眼耳鼻声没有啊 这是为什么没有啊 这样想的话 这叫做是闻思里面的思索智慧 这也是不足够的 一定要用修 没有修的话 比如说表面上说这个东西好吃 如何如何给它讲得非常清楚 但从来没有品尝过它的味道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或者极客极恶的就做不到什么 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般若空心 先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要闻思 闻思以后一定要对它进行修持 没有修持的话 任何法还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想以前阿底峡尊者有一个中观的修法 里面讲得还是很殊胜的 我去年好像不知道 那个稿好像还没有掉 那个稿应该在 这样最近也给你们 过两天可能发给大家 但是这几天有没有时间讲 恐怕有点困难 可能没有时间 但是阿底峡尊者的中观修法当中 一切万法抉择为空心 空心从舍法方面和从心法方面抉择 有这样的一种修法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一方面每天都是这样辩论 每天都是这样说 有时候还是不足够的 一定要自己再死 我们现在念一念地来心经 字面上解释的话 我看我们这几天讲考的 什么长述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还是字面上谁都解释得来 前面是缘起不分 中间是抉择经义 抉择经义里面有即般若 道般若 果般若 即般若里面也是分无云和还有其他生生法 这样大家都应该可以说是 因为这个比较短比较劣吧 大家都应该可以说得出来 但是光说出来 我们没有思维不行的 应该要想着他的内容 想着他的内容的时候 一般心经的修法是这样的 最好前面是广闻博学的人 如果自己实在是没有广闻博学的能力 我们有些道友好像一听法就觉得不舒服 昨前天有一位道友给我这样讲的 现在我听法有一点困难 听法的时候觉得特别烦 要不要我去汉地区 我说 你去汉地区想干什么 也没有什么干的 但是这样可能快乐一点 但为了快乐 这样离开也觉得不好 好 不过有些众生的根机和意乐是千差万别的 所以有时候真正广闻博学 即生当中也有点困难 这么一部分人也是有的 这样的人最起码也是像心经这样的修法 大家不离开 这一点应该是能做得到 那么心经的修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第一个应该对上师三宝有一个虔诚的恭敬心 这个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你对上师三宝没有恭敬心 那这样空性的意义在自相续当中生起来 这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印光大师所说的那样 佛法所有的部分 依靠恭敬心而得到的 所以恭敬心不可缺少的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 对众生应该有悲心 如果悲心自己现在不足够的话 经常依靠这些《入菩萨行论》 依靠自相续当中能生起菩提心的一些论典 自相续当中应该生起菩提心 还有空性的正见 这几个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要修一个心经的话 那么这个法器到底是什么样 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最起码也是对基本的因果正见 然后对三宝的恭敬心 对众生的慈悲心 还有自相续当中对般若法门有一定的定解 有一定的坚信 有一定的见解之间 这一定是不可缺少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对心经的 从头到尾 从缘起到最后赞叹之间的所有内容 大概字面上一定要能了解 从字面上解释的话 我这一段诗应该说是讲缘起的 这里面讲十二处 这里面讲十八戒等等 把所有这些字面上的道理能理解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想我们这次讲心经修法里面的 菩提甲罗或者说这个修行人 可以说他具足条件 修持的时候当然心经般若不明多 如果要修的话按道理来讲 就像《尽管庄严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是一种作义 九种诸行等等 不管是做什么样的禅定 需要具备这些条件 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 最基本的我刚才所讲的 一个是对心经和三宝有信心 对般若法门还是有所了解的 有所了解最起码也是对这样的空性 不会生起邪见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有了这样的条件以后 然后自己比如说你要想专门修 专门修的时候 首先把它的一些外缘很重要的 你如果有园子的话 园子的门锁上 然后屋子的门锁上 你想每天或者利用几个小时修持 自己把自己的时间安排 安排完了以后 我们不管修什么样的法 在自己的佛堂里面还是应该做得比较干净 然后尤其是修《波罗摩托心经》的时候 你就在供台上先乘舍释迦牟尼佛的唐卡 或者佛像然后还放着《心经》 其他的《波日经》还有《金刚经》 有这些当然是很好的 还有一些小佛塔放着 放完了之后在三宝索义面前 应该乘舍一些供品 乘舍一些物供等等 如果物供全部都不具足的话 就是点一些相 凡是把供品全部乘舍得非常悦意 庄严 这样做到 做到以后 一般来说我们对佛像做什么样的供品的时候 最好先自己也是把最起码熟 这些都是洗干净 这样好一点 不然的话 尤其是我们男众一般到了冬天的时候 好像确实我们学院里面的水可能干了 尤其是可能上面的水就更少 好多道友的手上 有时候有些道友他洗脸的话 可能把这一部分洗一点 从治以后根本不洗 这一看都是基本上看得出来 这一部分 手从来都不洗 女众这边可能稍微好一点 一般看也看不出来 但一般下面可能是不是 原来他们的自来水稍微好一点 上面的话 恐怕有点困难 但是平时你们自己吃饭 这些都是不怕一些 有些的话也可以 没有什么的 但是你要供佛 这个时候最好先洗手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这样成事供品 完了以后自己开始心里面这样想 我现在利用什么样的时间 这个时间一般都是自己可以定 你看 早上你坐几次坐禅 我们所谓的坐禅吧 坐禅 我以前也是讲过 一般我们没有任何窍诀 光是大坐大坐 早上起来都是一直这样坐着 然后一会儿就开始出顶吧 这种方式有没有什么窍诀 没有什么窍诀光怎样坐坐 这不叫坐禅 一定要有一个 要么你观像释迦牟尼佛的身相 我们以前也讲过这样修 或者你就观菩提心 在论著里面专门有一个菩提心的修法 世俗菩提心的修法 生意菩提心的修法 我去年医院的时候本来像是翻译 恒来好像也不多 里面还是很短 菩提心的修法也比较简单的 好像慈尘陆珠堪布的有些教言里面 可能是有菩提心的修法 这样修也是可以的 菩提心的修法 或者你修菩提心的修法 或者以前得过什么大圆满的灌顶 得过上师主义宝 或者其他上师的一些本来清净人云之城的教言 你心里面应该把这个作为自己的所缘处 就这样来修持 什么窍诀都没有 什么妖诀都没有 光这样作者我发现我们学院里面 有几少数的道友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好像以前在一些禅宗寺院里面待过 或者在以前其他家里有这种习惯 我要作禅 问了他以后什么都好像没有想 这样我觉得可能不太好 还是以前五光尊者也是在七宝藏 还有《上师心地》里面都说过 如果一直修一些无念的 不作译的这些法门 最高就是转到五色戒 也有这样的教言 所以我想不管是做什么样的禅 应该你首先有一个 我今天修释迦牟尼佛 我有释迦牟尼佛作为自己的 然后我今天修菩提心的话 按照菩提心的修法 作为自己的所言经 这样想 如果我修其他的空性 其他的一些中观空性 或者是薄弱空性的话 你应该以自己的所言经 这样修持 所以以后坐禅的时候 最好还是有一个窍诀 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们刚才把供品全部成设完了以后 在自己佛堂里面 把自己里里外外的 家里的所有事情 应该尽量处理完 最好在你打坐的时候 噢 刚才电路没有关 噢 刚才煤气没有关 然后正在打坐的时候就开始响起来了 然后马上起来往外跑 也有点困难的 一般以前的一些禅师 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 他提前把自己坐禅之前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处理好 噶当派的好多格西 他们的教言当中也不是有吧 我在坐禅的过程当中 即使我的父亲死了 我也不出门 以前很多不得外还有好多格西 他们的有些教言里面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正在坐禅的过程当中 即使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出来 我的门口怎么样敲 怎么样喊 我不出来 应该这样想 完了之后自己开始从皈依 发菩提心开始 就是先做一个应该比较舒适的坐典当中 然后先皈依三宝 应该念诵皈依祭 然后我今天依靠心经 般若般若蜜多坐禅 修空性 那么这个并不是我自己想获得了 阿罗汉果位 自己想治病 自己想获得什么什么 博士这样的 我今天修这样的殊胜般若法门 就是为了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这样发菩提心 发完菩提心之后就开始正式修 正式修的时候 应该我们修其他法门一样的 就是先做披露七法 披露七法我想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然后做披露七法之后 出三次勾气 这个时候观想 我在无始以来的 贪嗔痴为主的所有的烦恼障碍 全部以自己的鼻孔当中出来 这样观想 然后心完全都静下来 安住静下来 来的时候就开始想 我今天所修的 这是以前的很多高僧大德们 《修心经的窍诀》里面是这样讲的 我今天所修的法就是《波罗弥多心经法》 依靠《波罗弥多心经法》 我要成就 首先有一种很强烈的作意 以这样的作意 一直这样想 一直想到大概是一百遍左右 我今天依靠《波罗弥多心经》来成佛 我修持的法唯一地这样 想完了以后又重新这样想 一般来讲 想大概是一百次左右 一百次左右的时候自己身心有点困 有点累 这个时候开始算是休息了 开始做回向也可以 不做回向的话 你下来有什么事情做的 然后就开始算是触定 最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一天两天都是专门修这个 以前一些藏传佛教的大德们 他们的教言当中 如果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一天上午坐五次 下午坐五次的话 每一次当中 你就这样坐一百次 一天当中大概是一千个次 这样的话 我们心里面还是对 《波罗弥多心经》和自己的心感情很深 世间的有些语言来讲 再加上有一种特别相应的加持 刚开始的时候你应该这样想 这样想完了以后 这是最开始的一种条件 不是 刚才他一一没有什么想 我依靠这部经典来 我一定要成佛 我要修持这部经典 一直这样想 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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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大概一千遍 一百遍左右 这样想完了以后 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了 就是这个一天 你就想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人这样想 不算是坐禅 算不算是修法 这是我们可能分别念造成的 实际上 殊胜的对境 我们什么样的意乐 对殊胜的对境 这样观想 有非常大的功德 不是 我们五光尊在《窍解宝藏论》里面 也不是有吧 有六种功德 《窍解宝藏论》在前面吧 不是后面 在前面部分 应该有六种功德 对佛法结缘有六种功德 何况说 我们薄弱空性 所有《八万世间河》或者《三道薄弱经》的精髓 《心经》这样的经典 我们心里面以分别念来把它作为对境 然后作意 也有宏的功德 然后以五分别念来作对境 也有很多的功德 甚至有些人以嗔恨心来 哎 这个心经不听话 这个心经如何如何不好待啊 你这样的话 那么这也是事 暂时可能对你有一些报应 但是以后也会变成殊胜的因缘 这是如意宝藏甚至我们《入乎入行论》当中都有教证的 这样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这样作意 这种作意还是很有功德 很有加持的 我们平时互相乱想 今天我吃什么菜啊 今天我吃什么菜啊 得不到菜 得不到菜 或者是买不到菜 买不到菜 有很多这样的没有必要的 我们相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分别念 今天天气很干啊 怎么不下学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 那么这些分别念没有任何价值的 没有任何用的 今生也没有什么用 来世也没有用 不下学有什么嘛 反正你怎么样想也是不下学 可能不一定这样起作用 但是我们心境作为自己的对境 我依靠这个法来成佛 有相当大的功德 这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这样观想 这样观完了以后 基本上是自己心里面 我要依靠这部法来成就 一想起来这样的时候 然后你就第二步 下一步就开始对心境的意义进行思维 怎么样思维呢 你就开始想 这一部分讲缘起的 这一部分讲五云解空 这一部分是解十二处十八戒 然后十二缘起等等 一步一步地全部思维 你刚才坐禅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你第一天 你全部思维 我要修心境 我要修心境 这样想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你前面过一遍 我要修心境 我要修心境 算是过一遍 过一遍完了以后 开始思维心境的效益 思维心境 从缘起到最后赞颂之间 一直这样思维 那么这个思维 一般来讲 在一个座席 指的是在一个禅定当中吧 一个禅定当中 你大概从四十到五十次 从四十 刚才我们那个在一个禅定当中 大概一百次左右 我要修心 这样的修法在一个座席时间当中 大概从四十到五十次 怎么关系呢 你想十二处 十二处如何如何不存在 这样想 什么乌云如何如何不存在 这样想 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些稍微智慧比较高一点的 各方面智力比较成熟的话 你所有心境的内容 从头到尾全部观想一遍 如果自己的智力没办法跟上 里面的部分内容 乌云或者十八戒 这些你反反复复地观想 观想什么呢 观想四十到五十次左右 作为一个禅定 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时候 因为按照我们次义进行 掩耳鼻舍没有 掩耳鼻舍怎么没有呢 首先是依靠利益多应等 总观的一些观察法 这样想 我们平时心经也是听过的 但是你听了以后 你所听到自己获得的这种智慧 跟自己思维的 然后自己修持的结果 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个导游们 下来过后 你们自己也是评删一下 虽然我们现在闻思修行的时间比较近 每天我们这样分界限 可能所有的人都不借鉴 这样的话 恐怕现在不能现实 大多数的人来讲 除了我们实修和经修的人以外 其他可能有一点困难的 但是你一边平常在课堂上听 老师给你讲 掩耳鼻舍不存在 你的耳边过来 对对对 道理上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你思维的时候 掩耳鼻舍不存在 怎么样也不会存在 这是思所智慧 但是你修所智慧 完全是不相同的 你自己通过刚才的这些推力来 自己去推 自己去推的时候 最后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哎 真正是对的 真正是掩耳鼻舍不存在的 这就是所谓的空性含义 这也只不过是破一个边的 如果再这样破下去 无名也没有 无名灭尽也不存在 这样有的变 无的变 离一切细论 最后所有的 以乌云或者十八戒为主的 所有的这些万法就可以决在名言当中如梦如幻的显现 然后真正的圣意当中 愿离一切细论 这样的境界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犹然而生 所以很多高僧大德们也是这样子 你在修持的时候 当然在《心经》里面的所谓的 无云 十八戒这些 只不过是代表性的 他们这个法代表 依靠这些自他所说的能力 所有的一切万法 或者所有的七情万法全部在表面上看 好像如梦如幻的显现 但是这些在他的心智上 在他的本体上怎么样观察呢 就得不到的 以前所有的四方三十诸佛 也没有得到 我更不可能带到的 得不到的这种境界 实际上这就是薄弱空性 这样空性的境界当中 甚至我们一刹那间当中安住的话 这也是有无量的功德 所以我们刚才这样的修法 一般来讲十五十词作为一个作息 这样反反复复地修 首先肯定需要一直观察 通过各种利益多益 金刚协议 有无声音 或者凭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推理来进行观察 这样观察过后 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所观察当中所得到的境界当中就安住 安住当中不离开 可以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刚开始从来都是对自己的心 对空性法门没有相应过 也没有这方面思维过的人 有一定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心经的真心修法 你说简单的话也是本来文字比较略 非常简单的 但是如果说深一点的话 你实际行动当中真正要这样做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样的修持应该修二十一次作为一个 或者很多上师们这样讲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修持还是很重要的 你修的时候 比如说你上午打坐两次 两次的时候 每一次大概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根据自己的情况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一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 时间不能太长 逐渐逐渐觉得自己 真正能安住这样的空性境界当中 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这样也可以 如果自己感觉好像有点不是土腐 土腾 或者有这样的话 你不能再继续修下去 恐怕自己的精神错乱 还有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修任何一个法 法都是根据自己的四大调合 根据自己的戒心应该相应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样 本来身体也是不好的 但是强迫的 我遇到这样的空性是很难得的 不管我的心脏再痛 我使劲地修 如果你这样下去 可能有些医学界的人 就发现这种做法 肯定是不如法的 而且我们佛教当中 包括麦彭仁波切 华智仁波切 很多教言里面 都说是适合自己的心意 这个很重要 因此你们修什么法呢 千万不要强迫 一强迫的话 有时候起一些反作用 效果不太好 自己也有一种精精努力 也有一种放松 在自己修的时候觉得不适应 不能再继续修下去的时候 也应该休息 还有我们在安住的时候 有些教言当中也这样讲的 安住的时候 本来我刚才也说了 首先是我们抉择 一切万法空性的 这样的空性当中 不离开它的定界 不离开它的光明显现的境界当中 进行安住 进行安住的时候 这个安住 上师如意宝在有些密法的教言里面 所讲的那样 也是可能有两种 有一种是真正的安住 在他空性的境界当中 不离开的真正的安住 还有一种安住 阿难耶当中 也就是说一种愚昧 昏迷的一种状态当中 好像说是也不是 不是也不是 就一种迷迷糊糊当中 分别念也没有起 但是也不是什么境界 这样的安住 这种安住 我们修行过程当中的 也是一种歧途 不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真心来对待 不应该把它当作 自己修行的境界 所以在这样修行的时候一定要 时时都有什么呢 时时都有对薄弱空性 有很大的信心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同时有时候你就觉得 好像实在修不下去 这个空性的这种意念 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是 一直串习的什么呢 什么都存在的 我也存在 珠子也存在 瓶子也存在 包括信心舍舍 里里外外的所有法都存在 我们都这样认为的 一下子我们说 这些法全部没有的话 跟我们原来的传习有点不相应 原来的心态不相应 不相应的时候 我们首先应该破一个边的单空为主这样来修 这样修行的时候 我们刚才也讲了 如果实在不适应或者修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不要安住在空性当中 中间应该想 般若般若蜜多心境的功德 空性法门的功德是如何如何 这样思维也有很大功德 般若般若蜜多转法论的 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他们的功德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为了利益众生 他的大悲心如何如何强烈 释迦牟尼佛如果没有转法论 我们世间上有多少个无名众生 还成立在轮回当中等等 一些佛的功德和法的功德 包括我们薄弱空性的一些功德 时常都是作义 一直忆念 这样忆念以后 一方面消除疲劳 另一方面对我们自己空性的见解有所增长 然后在一些左肩吧 左肩是中间一些修习的时候 因为你这几天专门修心境的话 同时也应该你心里一直没有 就是安住在心境境的时候 当然是你安住 如果你不能安住中间的一些 触定的这几间 你读诵心境 善邪心境 还有供奉心境 供奉心境 有时候思维或者听书 传讲等等 做这些善事是不能离开的 这些善事是不能离开的 但 の下 卫生肯定是一个主要人的 这样的血缘那种刺绉签 我来说生活了 你的外供 shrine 我来说生活了 不可疏 好 这边上时间都到了 这个是我刚才讲简单的 心经的修法 每一次你这样的观修圆满的时候 要回向 回向的时候 心里面也应该这样想 我这次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 有这样殊胜的意愿 观薄弱心经的功德 回向三界轮回的一切众生 愿可怜的这些众生 都早日获得解脱 这个时候应该生起 更强烈的大悲心 因为我们平时 大家也清楚 现在三界轮回的众生 别说是空性甚深的法门 甚至连有些佛的名号 也听不到的 包括有些金刚道友的家乡 的确现在也算是一种遍地 黑暗的地方 他们很多人 看到出家人的时候 觉得是一种夜叉 或者落叉 这样来对待的 有些道友回去的时候说 可不可以我当时穿在家人 不然我父母 我的亲朋好友都非常不方便 很多人一听到 他们的一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也觉得 有种非常可怜的感觉吧 他们这些人 也可以算是一种遍地 遍地里面有很多年 三宝的名号 甚至对三宝和出家人 还是有生邪见的这些可怜众生 然后除了人类以外 还有天上天下 一直在世间当中 有无量无边的这些可怜众生 愿他们早日获得成就 依靠这样的薄弱空性法门 能获得证悟 这样 尤其是对心经修行以后 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 应该要生起这些功德 一方面对薄弱法门 和整个大乘法门坚定不移的信心 另一方面对可怜的这些众生 更加强烈的悲心 看看以后我有机会 如果他们能接受 哪怕是一个人 我把自相续当中心经的证悟 心经的道理 我一定要讲给听 如果有一个人 一辈子都好好地读心经 好好地领会心经的内容 我就没有白来 我来到这个人间 还是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心里面应该这样的发现 我们目的太大了 愿望太大了 不一定是实现的 我也想 所有世界的众生 我一个人开始要读话 这样我们短短的这一辈子当中 能不能实现 也很难说的 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当中 有时候他也是在一辈子当中读一个众生 一辈子当中最主要典型的有一个故事 说明他的意思 所以我想 我们凡夫无弱兴盛的这个时代 能不能实现读所有的众生 这也是有困难的 但是我有时候真的这样想 真正的自己的相续当中 虽然没有什么证悟 但是对空性法门和对三宝的信心 应该是千真万确 还是非常正确的一个信心 这种信心应该说在今生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违缘和什么样的困难 不会摧毁的 这是我想除了自己得一些精神病 或者躁磨 这种情况下是不好说的 有时候人的身态和心态非常难掌握 尤其是外面的一些生经磋伤 这样很难说的 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虽然没有什么证悟 但是对三宝的信心 对佛法的真心 任何一个科学家 或者医学家怎么样说肯定不可动摇 这样凡夫的真见是肯定有的 有时候这样想 我们在这样的寂静山沟里面 闻思了将近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总于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培养出这样一个小小的真见 这样的真见 恐怕很多人就没有的 包括有些穿着袈裟的 有些出家人 还是对三宝半信半业的 也有的 所以有时候 像爱自相续当中的 其他没有什么功德 但是这个真见能传递给别人的话 就没有来 没有白来 没有白费 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众生 应该生大悲心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然后平时你把自己的功德 全部回现完了以后 平时自己的一些言行举止 所作所为 应该在如梦如幻的 空性的状态当中 所作所为应该不离菩萨心的状态当中 就是利益众生 饶益众生 要益众生 有些时候是要益众生 要益众生 要众生的话 好像是 大概是可能 心经的修法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次利用这个时间 给大家也大概字面上讲了 然后内容上希望真的对空性法门和对这样的殊胜 薄弱经养 得了一个人生以后 应该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平时白天晚上 我们哪怕是一天 短短的时间当中 观想空性的意义 也有很大的利益和功德 所以希望大家应该平时对心经的教义 薄弱空性的教义 这些一边念诵 一边自己作译 观想 平时有一些有缘的人 对空性好像不会生起邪见 这样的人面前也尽量地让他们持诵 让他们持诵 讲一些功德的话 很多人依靠别人的一些传授和语言 马上能接受 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利益 自己的这种发心 也是有利益的 所以希望大家应该 人人地以心经来利益众生 那么心经也是我们弘法名声当中 可能是最方便的一部经典 因为这个如果你要想广说 也可以讲很多天了 我看国外的一些文殊菩萨的华士 观世音菩萨的华士 大狮子的华士 这些好多高僧大德们 在各个国家都弘扬心经 以前九九年吧 九九年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看见有些树 大概很厚的 那个里面也有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 在别的地方讲心经 大概有两三百多页 也有一些比较薄的 大概是一百多页的 所以我们心经如果广一点 当然讲很多天了 讲很多如果虐一点 那么半个小时当中 给他念个传承 然后大概一一给他讲 以后要求他们 大家赐诵也有很大的功德 所以这个心经 谁都认可 如果我们讲一些大圆满前行 或者其他的话 这是密宗的 我不能学的 自己好像显宗密宗 什么境界都是没有的 但是这是密宗 我不能学 一讲心经的时候 哦 讲心经的可以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讲心经是最方便的 因此这次也给大家作简单的介绍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功德有没有功德呢 应该有一点功德吧 因为我自己好像对自己 总是没有什么信任 没有什么信心 我看你们应该很多人 各方面都很不错的 有些是他 你看什么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说 听闻讲述讲述的功德 回向于一切众生 愿他们获得成就 早日证悟 薄如空心的教义 我们来说的邀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